這些比較常用的效果 記得只能用sub 不能用方學 因為方學它不能處理樣式的部分 所以加碼你要一鍵完成報表 所以用最多還用sub比較多 因為對應按鈕按下去就OK了 好 那如果我要把這個效果加上去是分別加 當然如果你除了字顏色要改 你要再改底色的話 在下面再補一行 也就是再加一個效果 在框線你要再加一行也可以 只是說因為剛開始學習 我不希望突然加太多 你們有時候太混亂了 搞不清楚 接下來把那個什麼 層積多重的顏色把它去除 所以要把它清除掉 基本上怎麼加 就怎麼拿掉 那拿的話特別是假設 我們也是一樣拿這一段 層次拿來做修改 那改的方法的話就是層積什麼 層積顏色清除 這個地方的話 也許我就沉積顏色 然後再補兩個字 對 清除 沉積的格 格式 清楚 OK 那怎麼清特別注意 當然幾個方法 第一個我希望把它的顏色 現在先把它執行 加上去了 那顏色怎麼清掉 特別注意 現在A的話是紅色 如果要恢復成原來顏色 什麼顏色呢 原來應該黑的吧 所以其實很簡單 黑的怎麼改 就把它改成000不就好了 剛剛剛好提到 OK 000試一下 會不會變原來的 有沒有 A就回來了 那B的話怎麼改回來 特別注意 這個intro color 如果沒有顏色的話 那你不能說你 怎麼 是不是白色的 底色是白的 那你想說是不是就把它改一個 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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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惡物的話 那就是白的 那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這樣OK 其實 其實 理論上也是OK的啦 那不過你想說老師 那後面的框線不見了 那列印的時候根本也是 那個 框線其實是 一個參考線 並不會影響 如果你把它改為白的 也不一定 只是說你在視覺上面 你會感覺到好像怪怪的 有沒有 所以如果比較正確的 當然你用白的其實說真的 也是可以 但是不是那麼正確 那比較正確是什麼 把它變沒有顏色 那沒有顏色的參數 特別注意 你不是輸入一個0 記得在這邊就是 沒有顏色 叫XL 沒有就NUM 因為 以所有習慣 前面都要加一個XL 的敘述 所以沒有的話叫XL NUM 這個敘述的話 就沒有顏色 OK 那我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 恢復了 OK 那C的話呢 沒有框線 那沒有框線的話 如果我先照原來的方法 一樣的方法 XL NUM 沒有顏色 剛剛是框線變紅 現在沒有顏色的話 執行 OK 有沒有 框線不見了 但是 其實眼尖的同學 不知道有沒有看出來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 就是 當我之前 我本來寫這樣OK 剛剛有同學 突然跟我講說 老師 這裡有點怪怪的 我說沒有啊 沒有怪怪的 可能會有一點色盲吧 OK 他說老師 這個線好像有點 是比較什麼 比較 淺一點的 淺藍色是不是 有沒有 有一點 對耶 真的有一點點 不過其實說 你寫這樣也是OK的 也不影響 但是 為了要 追根究底 真的我要去查一下 官方的說明文件 裡面還真的沒有提到 後來我發現 也不知道怎麼找 找到一個說明 裡面跟我講 這個地方 你可以再多加一個去數 叫Color 不能 Color沒有顏色 再包包的 不行 叫Colorindex Colorindex 特別是喔 補這個index 下去喔 看一下 執行一下 Colorindex 等於 Colorindex 等於沒有顏色 執行一下 沒有動 然後我確定一下 Color Colorindex 等於沒有顏色 沒錯 Colorfolders 等於 等一下 理論上 我在其他版本run是OK 它自動就恢復了 OK好 那最後的話 當然初體變回原來的話 那這個當然 True把它改成False就可以了 OK 你這邊打一個False OK 現在就恢復了 如果你False記不起來 你打0也可以啦 0也是False OK OK 那把這個字恢復成原來的效果 OK了 好 那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說你其實假如說 不想要那麼麻煩的話 另外一招就是你不要逐個逐個的變更 你直接用什麼 有點像我們之前用過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範圍選取起來 然後利用那個什麼的格式裡面有個 格式裡面有個清除格式嘛 有沒有 那清除格式它一樣可以清除掉 所以如果用這個方式的話 你假設要把它寫成清除格式的話 也非常簡單 程式就不用寫那麼多了 所以這些你可以把它註解掉 一般刪除掉啦 不過理論上建議是可以保留下來 當成參考 那當然你要把它當參考的話 一般是前面加單引號 有沒有 先單引號就留下來 可是你有這麼多行 那你起不是一個一個慢慢加太多了 教會一個技巧 你可以在這個工具列上按右鍵 有個編輯工具列 可以把這個編輯工具列裡面 找到有個什麼 使程式變為註解 你可以把這些範圍 這些範圍選起來 選完之後 按一下使程式變為註解 它就自動的 幫你把它加一個單引號 好處就是你程式不要先刪 因為刪掉你將來不見 你就找不到了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很簡單 使註解恢復程式 又恢復了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這個功能 如果你不會的話 就加單引號 只是說花很多時間 那如果說假設 我不要用逐個逐個的判斷 我只是希望 全部把它恢復成 原來的樣式的話 原來這個沒有恢復 那其實你可以寫一個 這個範圍 特別注意 你可能要再多選一個物件 叫Range Range Range 就是範圍 哪個範圍呢 從H 跟它講位置 H2 冒號到H多少 H7 然後呢 記得是一個字串 H2到H 點什麼呢 後面加一個CLEAR CL CLEAR 打個CL就出現了 裡面的話 記得你選哪一個呢 CLEAR哪一個呢 Format 有沒有 這邊有個 這個就是等同 是我們剛剛做的清除 它的格式就可以 OK 所以選這個 好 這樣子 其實上面的這些敘述 如果你都不記得 沒關係 你只要記得這一行 這個範圍 H2到H7 點 其實這個也不用背 你點下去它會提示 你就打個CL 大概就出來了 CL CLEAR Format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執行它看看 有沒有發現 恢復了 OK 所以 當然幾個辦法 上面大概 主要是說明個別的 比如說我們每個效果要個別清除 可以用上面的方法 那如果我要一次全部清除的話 記得用Range物件 這個Range物件非常重要 以後如果說你要在VBA 大量做什麼事情 那其實這個Range物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OK 畫面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今天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 把那個 邏輯函數 這個單元 稍微說明一下 下一次上課的話 也許我們就是在把那個框線 繪製稍微說明一下 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 講一下有關 這個表單的設計部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把今天的這個範例 把它變成一個 可以讓我輸入資料 的一個所謂的資料表 我可以透過一個表單 輸入一些資料呢 可以把結果 直接就幫我填到 這個工作表裡面 比如說姓名幫我填一下 他有三個成績幫我填一下 那平均自動算出來 考平幫我算出來 等等的 這要怎麼做 這個下一次上課 我們再來看 今天主要是講到邏輯函數部分 回去的話 建議還是要多多練習 像這東西其實 要把它學好 學會 而且熟練的話 現在沒有別的訣竅 主要還是多多練習 可以